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文章最后联系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宽敞的腿部舒展空间 最多可使七位成人在极度舒适中享受旅程 这垮路虎八线四的整体空间很宽敞 七座的把最后一排放倒后备箱空间很宽敞 足以放下你想放的 如果感觉空间还是不够 可以把第二排也放倒 真心比个双人床还大 车内还融入了铝合金与木料 真皮相搭配 以表现贵族气质 倾斜的中控台设计 无论是音响控制 还是空调调节都更加顺手 同时将胡桃木装饰和鞋的融入在其中 中控真皮包裹 这个可以有 氛围灯也不错 座椅柔软 顶棚是不易的 显得不够档次 另外暂时还没发现缺点 那是采用了平滑 流畅的表面 空间用途广泛 极尽人性化功能 舒适性非常好 我们家里人觉得都很好 坐着很舒服 尤其第三排座椅 跑长途也不累 因为有空旋 舒适度相对来说要好些 过颠簿路 时时颤游的感觉 一点也不颠 动力够用了 起步不能大油门 前段加速一般 不过只要啃挤挤油 中后段能满足大多数人 发现四本身就比较偏向越野 而非公路性能 动力不能说很充足 但只要舍得挤油的话 动力还是会让你满意的 起步的时候没有顿挫感 加十分 操控还算过得去 和宝马X可能没办法同日而语 毕竟我们不是开着它去飙车 我们选它 它体现的是生活的态度 对于日常驾驶 它给我的表现是蛮精准的 而且基本是哪打哪 第四代发现在延续 路虎家族卓越越野性能的同时 车内还有诸多先锋 智能科技的配备 比如涉水感应系统 不仅为沙漠荒地 和碧海蓝天的探索提供了便利 更赋予车主前所未有的驾乘体验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西瓜会发光 喜欢着垮车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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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